澳门博彩大亨周卓华126项罪名成立 被判囚禁18年 世上最长寿人瑞 法国安德烈修女118岁逝世 马中外长通电话 赞赏我国公正看待中国防疫政策 并提及中方愿与大马一道 以此为契机 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各位观众朋友 晚间好 欢迎收看2023年1月18日的东方国际焦点 我是安琪 澳门初级法院今日上午 宣判太阳城集团创办人周卓华 设不法赌博案 认定于案中大部分控诉事实 裁定周卓华103项许可地方内 不法经营赌博罪 54项相当巨额诈骗罪 3项相当巨额诈骗罪 1项不法经营赌博罪 1项黑社会罪 全部罪成 禁和判处坐牢18年 周卓华因赌底面被控229项许可地方内 不法经营赌博罪 何议庭裁定当中126项 因刑事追溯时效借满而失效 在民事赔偿方面 法院裁定周卓华等被告向政府支付 判处于36亿万令吉 世界上已知最长寿人锐 法国修女安德烈在睡梦中离世 享受118岁 名为路西尔郎东的安德烈修女 于1904年2月11日出生在法国南部 安德烈修女一直被誉为欧洲最老人锐 直到去年日本119岁的女人锐田中家子去世 她才成为全球最长寿的人 并在去年4月获得建立式世界纪录的认证 安德烈修女出生于美国纽约地条地铁开通的那一年 她在一个新教家庭中长大 有三名哥哥是家中唯一的女孩 她曾在巴黎为富裕家庭的孩子担任家庭教师 她后来皈依天主教 26岁时受洗 并在41岁时成为修女 她随后被分配到维西的一家医院 并在那里工作了31年 到了晚年 她搬到了地中海沿岸的土轮市 她在疗养院通常是在祈祷 用餐以及居民和临终关怀工作人员的探访中度过 中国新人外交部长秦刚 周二与我国外长拿主斯蒂詹比里通电话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发布 秦刚表示 今年是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 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 中方愿与大马一道 以此为契机 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秦刚说 大马政府和各界对中国防疫政策持客观公正看法 欢迎中国旅客驸马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 两国人员往来将很快恢复正常 赞比里哲祝贺秦刚就任中国外长 表示马中友谊远远流长 大马视中国为重要伙伴 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和人文交流 深入挖掘 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潜力 推动马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际时事 我们明天见 在这里也预祝东风热报的观众朋友 新年快乐 兔年大吉 请不吝点赞留言